美国总统奥巴马昨晚就利比亚局势发表最新讲话 节目前向迪黎玻璃的一切迹象显示 卡达菲政权已经到了倒塌的边缘 他呼吁卡达菲放弃权力 避免更多死伤 奥巴马表示 希望利比亚反政府武装 在推翻卡达菲政权之后能够尊重人权 带领利比亚人民走上民主之路 英国首相卡梅伦今天也发表声明 敦促利比亚领导人卡达菲落台 他说卡达菲的政权正在全面撤退 卡达菲应该放弃任何继续掌权的念头 随着利比亚反对派对首都的泥玻璃的进攻进展迅速 欧盟方面表示正在为后卡达菲年代的利比亚制定计划 并敦促卡达菲迅速落台 另外 埃及外长阿拉比今天宣布 埃及即日起 承认利比亚反对派的全国个度委员会 为利比亚的合法政府 WOW TV红教论报道